之前在节目里都有一个称呼叫你静哥哥 所以呢现在我想问问唐嫣私下里会怎么称呼你呢 嗯 你怎么称呼静哥哥呢 这个 这个还是 还是就留给我们自己私下里 说起罗静唐嫣这对模范夫妻 相信大家对他们的故事都很熟悉 两人是阴系生情 早在2012年 拍摄乱世佳人时 罗静和唐嫣就有了一面之缘 此时的唐嫣刚刚结束和秋泽的恋情 心情十分低落 虽然拍戏期间他极力克制 但细心的罗静还是有所察觉 为了转移唐嫣的注意力 罗静时不时的就会聊自己拍戏期间遇到的问题 凭借着仙剑的热度 唐嫣早已成为了圈内公认的当红花蛋 但面对名气远不如自己的罗静 他却没有丝毫的鄙夷和不耐烦 而这种没有偶像包袱的态度 也让罗静逐渐对其产生了好感 不同于一见钟情 二人更像是日久生情 因为在这部剧之后两人又一同合作了 X女特工 克拉恋人等作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彼此之间的情愫越来越多 而在锦绣未央 杀青之后 两人也正式公开了恋情 这之后不久两人在国外玩婚 紧接着浪漫的二人世界变为三口之家 结婚后 罗静和唐嫣两人男主外女主内 唐嫣很少参加圈内的活动 作品也少了 不过人气一直没有下降 唐嫣付出首次参加综艺 我们的客栈突然爆火 唐嫣傻白甜的性格给观众们带来很多乐趣 如果小编不说 谁能猜到如今已经快四十岁的唐嫣还宛如少女 就是说为什么当了妈妈之后 唐嫣的状态反而越来越好呢 其实是因为唐嫣每天都被幸福包围着 每天都很开心 当年两人结婚时 罗静为了给唐嫣一个梦幻婚礼 不惜花费上千万 光是手工缝制婚纱上的千朵玫瑰花就花费了将近九个月的时间 连头上的那一点皇冠头饰都价值百万 平时的日常出行都有豪车接送 以至于唐嫣连地铁卡都不会用 仅仅是送给唐嫣一个手机壳 竟然都是价值四万的LV 罗静对唐嫣的爱是不容侵犯的 长河天下剧组因无意冒犯到了唐嫣 罗静第一时间怒怼剧组 更是当场删除了相关的宣传微博 罗静对唐嫣的爱更是能体现在各处细节 有一次出席活动 唐嫣看中了篮子里的一颗粉色糖果 被告知需要先回答问题 唐嫣就不舍地还了回去 没想到罗静却趁主持人不注意 直接上前抢走糖果 又从背后悄悄地递给了唐嫣 唐嫣有一个这么伤害着 她的丈夫 如此天天沉溺在幸福之中 也难怪唐嫣即使年近四十 也眼中有光 而罗静唐嫣的夫妻相处模式跟绝大部分人一样 婚后收入都有老婆掌管 罗静跟唐嫣在参加某档节目时 就曾分享了一件趣事 那时候罗静的好友到上海来玩 作为东道主的罗静 主动邀请好友们出去吃大餐 然而在罗静打算去前台买单的时候 才发现卡里没有钱了 这让罗静十分纳闷 因为明明已经提前跟唐嫣报备过了 卡里应该是有足够的钱买单才对 于是罗静就打电话找唐嫣要钱去 不料忘记关卖 通话内容直出笑点 只见唐嫣在呕了一声之后 说道 我昨晚忘记转钱了 不得不说 婚后的罗静也是成为了一名是打实的七管颜了呀 虽然娱乐圈里面的爱情总是给人不长久的感觉 分分合合 出轨 离婚 但是小编还是希望唐嫣和罗静能打破这个魔咒 一直幸福甜蜜的生活在一起 对此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看法吗 你喜欢他们俩吗 欢迎下方留言评论 上海女孩子不太好搞 比较作 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就是你在作我在笑 你能够理解 而且我觉得唐嫣是一个特别 怎么说到她了 她是集合了南北女孩的优点 对 你认为您是一个人的感觉 我看我都知道 我看你